各位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無疑那種 就是說鬆跡遷見 不過大家很擔心說 這樣會不會講到空軍戰役 這樣好不好 這個議題有點牽涉到政治 我們先不講誰提出來的 因為這不是他第一個提出來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告訴他們 那個是作戰時候的空軍的備降場 我們可以去查查紀錄 有多少次我們天氣不好 或者油量的不夠 然後我們就落在崇山機場 怎麼可以把一個空軍作戰的基地 備用的基地把它取消呢 這時候我特別再聲明一遍 對任何人不管 我只對這個事你們問我 我怎麼答覆 好 還有什麼問題 吳英龍也建議說 可以建立這個國土防衛隊 然後必要的時候可以作戰 那有時候可以救災 你怎麼看這樣 我因為沒有看新聞 我也不知道是誰講的 我特別聲明 你要問我這個問題 我答覆的時候 跟人跟政治都沒有關係 那我請問那要國軍幹什麼 那要建制後備部隊幹什麼 那要易警易消幹什麼 那要警察幹什麼 滿意的嗎 所以您是覺得民間人士不太需要去提這一些 可能跟政府相關的 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大家要團結 大家要以政府的決定 王部的決定 王部的決定 為主子 你個人的意見 只是你個人的偏見 我記得尼洋港先生 我非常喜歡他 他曾經講過一個政治人物的講話 你以偏蓋錢 他不要做這種事情 我在聲明我沒有對人對政治做批評 就事而論 就事而論 好